大家都知道,蒸油是不能直接用在皮肤上的 我认为要稀释在护肤粉或植物油上才可以用 那有什么花香产品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中呢? 这就是花水 花水另一个名字也可以叫唇油 花水是透过蒸馏碎彩精油时产生出来的副产品 让我简单介绍一下蒸馏 当花香植物放在蒸馏机里面 透过高温加热产生出来的水蒸气 水蒸气就进入一个浪床馆里面 这个时候气态的物质就会变成液态的物质 液态的物质就会营结成水和蒸油 蒸馏和水是不能融在一起的 所以蒸馏是浮在面上 而下面的水就是我们今集介绍的花水也是熟物 由于花水是蒸馏蒸油过程之中产生出来的副产品 所以每公升的花水里面是有0.05-0.2毫升的蒸油 花水和蒸油的功能都是一样的 大家都有消炎矿品和护肤功能 但是花水是四质温和直接用在皮肤上 日常生活之中接触的花水都是护肤品和护肤功能的 我在这里就和大家分享四种必备的美颜花水给大家了 第一个和大家分享美颜必备的花水就是玫瑰花水了 玫瑰花水有百花之后之称的 它有很香的淡淡的玫瑰花味 很多女士都很喜欢的 玫瑰花水在美颜方面也很好 它可以帮助皮肤保湿 改善皮肤粗造暗沉 它有抗老化和抗浇碼 玫瑰花水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 或者加入其他护肤品的原材也可用 玫瑰花水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 可以当作爽敷水也可以 它在肌肤上形成一层水暖的保护膜 令皮肤有水暖光滑有弹性 早晚使用也好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条配方 是用玫瑰花水去做玫瑰透明质酸保湿肌底液 材料很简单 主要准备是玫瑰花水50毫升 透明质酸2.5毫升 和抗氧剂10滴 将以上材料混合 洗完碗面后 噴上肌底液 然后塗其他护肤板 早晚使用也可以 第二支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金柳梅花水 金柳梅花水可以适合各种皮肤 尤其是油性和暗瘡性皮肤 金柳梅花水在美颜下也很好 它可以消炎阵症 舒缓皮肤发红 修细毛孔 金柳梅花水可以直接噴在皮肤上 或者加入其他护肤原材料用也可以 金柳梅花水可以直接做爽敷水 尤其是浸完黑头的时候 可以帮助修毛孔 金柳梅花水可以噴在身上 代作天然的除臭剂也可以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用金柳梅花水去做一支 金柳梅修毛孔的精华素 材料很简单 首先准备金柳梅花水10毫升 芦荟形胶20毫升 和抗菌剂6滴 将以上材料混合 洗完臉后 塗在面上 加入适合护肤品也可以 早晚使用 第三次和大家分享的是 羅马金柳花水 羅马金柳花水很清甜 有淡淡的苹果香味 而且性质 很适合敏感皮肤和樱然使用 羅马金柳花水也有美颜功效 它可以适合敏感皮肤和樱然 而且具有抗过敏和抗发炎功能 特别针对敏感皮肤 它非常好阵症功能 羅马金柳花水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 或者可以加入其他原材料 可以使用 直接用在皮肤上 由于非常适合婴儿使用 所以在夏天的时候 婴儿的屁股容易患上妙部疹 可以用羅马金柳花水 直接噴在婴儿患处 可以帮助婴儿舒缓衡 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 用羅马金柳花水 做一个羅马金柳保湿面膜 材料要准备 罗马金柳花水 透明质酸2毫升 金油2毫升 和面膜一张 将以上面的材料混合 然后将面膜子 放入液体渗透 洗完面后 将面膜子铺在面上 敷10至15分钟就可以了 第四点和大家分享 美颜必备的花水 就是芬衣草花水 芬衣草花水性质是温和的 亦非常适合婴儿使用的 芬衣草花水 亦有美颜功能 可以适合各种皮肤使用 有帮助细胞在生 抗菌症化 退红止症 芬衣草花水可以直接用在皮肤上 或者加入其他原材料用也可以 芬衣草花水可以直接喷上皮肤上 可以帮助舒缓皮肤症氧 一天喷几次都可以 我在这里和大家 利用芬衣草花水 去做一支芬衣草抗敏止症啤 材料就是 芬衣草花水 6毫升 芬衣草 24毫升 抗菌剂 6毫升 将以上的材料混合 如果皮肤有痕氧的时候 就把芬衣草的啫喱 塗在皮肤上 可以帮助消炎止症街 花水比较适合的温度 就是15-18度 最好放在室内 避免阳光占射 在夏天的时候 建议放在冰柜 未开的花水 建议的储存是一年至两年 但如果开了的花水 建议六个月内就用完了 谢谢大家 喜欢我们这条片的朋友 希望可以把我们分享给你身边喜欢香芬的朋友 我们还有更多香芬资讯和配方分享给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和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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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